娱乐中心综合报导宋先生曾经在节目上说明 小甜甜三个理由 图翻设自11点热炒店艺人小甜甜 破退出教会 接连引爆一连串一起发光争议 小甜等不到道歉 自先遭丈夫宋先生家报内幕 宋生也在6日凌晨PO出长文声明 除了道歉外 也针对实指控澄清 两人夫妻缘分走到尽头 过去上节的甜蜜画面被挖出 相差13岁的两人 为何相爱结 宋先生说出取小甜甜的三个原因 让在场主持人来宾傻眼 根本就是庸人 小甜甜在五千字的长文中 诉自己遭到家暴的来龙去脉 更在声明中写道 几遭丈夫家暴后报警 当时白家启和陈维林曾 是他小你那么多 他还年轻 为什么不能原谅呢 不知道饶恕跟真理 是真的不计较吗 让不少人 其宋先生的真实年纪 随着丈夫的道歉声明出 坦诚自己刚出社会赚不够多 无法负担家里一开销 但仍相当努力 想帮助家里的大小事 大家知道原来夫妻俩相差13岁 宋先生年仅25岁 宋先生为小甜甜会帮他按摩 决定娶他当老婆 图翻射11点热炒店 但宋先生PO出来的影片 却仿佛打了字一巴掌 因为他不愿意立刻去做家事 遭到小甜以脚踹催促 最后才会受不了出手回击 尽管宋生解释 是因为带孩子很累 才会想趁孩子睡觉 吸一下但却被网友挖出 过去宋先生和小甜甜 喜上节目的画面 在场一人听完宋先生回答指 你是取庸人 小甜甜脸上三条线 图翻射自11点热 电影主持人沈玉琳要宋先生说出取小甜甜的三个音 他回答会做家事 帮我按摩倒垃圾拿包裹 这答案让对面的小甜甜脸上冒了三条线 一旁的池人跟来宾惊呼 你是取庸人 阿姨做的事 这为 么是管家的感觉 你是找看护哦 小甜甜则更谈 答案也让宋先生三条线 他说下架的原因是 那 后只有他要我 他真心跟我告白 年轻力壮绝的 错 随着过往节目画面被翻出 不少网友也直呼 时候就看出不做事 不是说很想帮忙分担 女人 是敢男人懂啥 影片来自YouTube -11点热炒店频道 若遭遗 请见谅